好,继续啊,继续往下走 然后准备一个四壁啊,深一点的 画这些最深的地方 当然这些小地方呢 它面积也不是特别大 最深的地方,面积也不是特别大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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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地方它这些变化非常重要 这些变化非常重要 这个交界线和这个暗部投影能够连到一起 这个里边的变化都是他找到 先把暗部的先把暗部里边的一些变化 先给他深入进去 就一定要给足就是交代清楚 有些地方到底多重 怎么样穿插哪地方重 哪地方浅 是实的还是虚的 虚到什么程度 这些呢 一定要果断的给它拉开 这些东西的东西 谢谢观看 它上面呢 它有很多这个变化 它有很多这个变化 然后再拿纸呢 再给它统一 总之这底下呢 一定是 一定是非常虚的 非常虚的 包括这个按部里边 然后可以用HB 印一点的笔 就是反复的雕琢它这个按部 然后再给它 暗部呢 已经画了很多了 暗部画了很多了 我准备画这个投影 投影呢 就用这个HB 有些地方呢 为什么 这个什么情况 用什么笔 这个怎么判断呢 也就是说 你根据它上面的 以上了的颜色 就是已有的 根据上面已有的颜色 然后和接下来需要的 还需要画多少 根据这个来判断 如果比如说 比如说它这个底下 其实已经很深了 只是需要稍微再精致一点 那就用硬笔 那就不需要太软了 太软了 它只会越画越毛 精致不了 所以就是希望说 擦完之后呢 再拿这个硬笔 再去调整 它就更加ичего 了 有内容吗 有这个之后我们到这个亮布上面走 亮布走呢我可以直接从这塑造 也可以从哪都可以 从哪都可以 然后像这块直接去给它走这个颜色 用RH 还要确保它是一个受光 注意这个上面的小变化 这个上面要画出很多变化 这个是上面的这个细节 好 然后在每个块往上面走 先走这个远处这个题块 我先走这个细节 在篷子中 中文字幕在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这是远处这个形体 如果感觉它还是有点软 可以换这个4H 铅笔是由我们自己来控制 但是最终的结果 需要把它画的精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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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还是要结实一些 厚实一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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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组一组的线往上面去摆 这个很关键 不要跳跃 一组一组的线往上面摆 我们下转一组一组的线往上面摆 我们下转一组的线往上面摆 我们下转一组的线往上摆 一组的线往上摆 我们下转一组的线往上摆 就先剥一组的线往上摆 ,不过来 手呢再把它这个刚上去的颜色给揉一下 那这样这个体块它就更加强烈了 这个质感呢要画的我都知道这个青椒呢 它是其实是表面非常光滑的 所以这个质感要抓住 我现在有点击你 那么溜 activities сделал Here we go ubbario dj 那 画一下 咯 好 这个 这个前面呢 你要远处这个块和前面这个块相比的话 我们刻意的就是有意识的把前面这个块呢 画得稍微亮那么一点点 这样的话 它前面这个体块和后面体块 它有一个颜色上的这种区风 固有色上的一个区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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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这个 暗部呢 可以稍微带一下 这是整个这个青椒 青椒的一个塑造 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 如果说亮部的铅笔太质 它出来会非常的毛 非常毛 它就出不来这个 很油的这种质感 好 这个就画这么多